范冰冰先後飾演了五妹娘 還有楊貴妃兩位唐朝美女人 戲中古典華麗的扮相引發討論 甚至有網友諷刺劇組 就像是花了台幣25億元 辦了兩場范冰冰的唐朝時裝秀 繼五妹娘之後 范冰冰再次飾演唐朝美女楊貴妃 不過日前出席活動自爆 原來在貴妃醉酒的這場戲中 發言手中的這瓶酒居然是真的 日前這部電影 王朝的女人楊貴妃 就曾因為馬背上的激情畫面流出 引發討論 這次還有酒醉上陣 雖然被中國大陸媒體直誇很敬業 但新台幣五頂二億元的票房表現 卻只有差強人意 在中國大陸仁不敵同期的桌妖記 兼秉霞等片被擠出前三名 慘到網友很酸 炒作話題卻拉不起票房 甚至在戲中 砸下兩億人民幣定制的戲服 也被網友拿來 與五妹娘傳奇一起嘲諷 根本是范冰冰的個人唐朝時裝秀 看來蜂冰一時的范爺魅力 似乎也遇到了瓶頸 留言TV 陳立漢綜合報導